一片汪洋 昔日家園 全被洪水淹沒 只剩屋頂 眼前橡皮艇成為在城市裡移動的唯一辦法 根據統計 烏克蘭南部大城克松 大型水壩炸毀意外延續至今 超過一千五百間房屋被淹沒 克松當局表示 部分地區水深已超過五公尺 救援行動仍在積極進行 當地動保團體也伸出援手 拯救困在水上的毛小孩 但並非所有動物都那麼幸運 大壩洪風速度太快 加上水源污染 許多魚紛紛翻肚 專家警告 一場生態浩劫將難以避免 聯合國擔心洪水災情將推高烏克蘭自戰爭以來 人道經濟和生態的困境 烏克蘭總統 折倫斯基也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援助 以免發生更嚴重的人道危機 帶新聞王家正編譯